于是乎 看后面 A few days later He sent a boy to the workman to ask If his name was Hans Basman 这个句子简单 过了几天之后 这个send 就是send 一般过的事 咱们十三个讲过 打发派遣 他派了一个或者打发一个小男孩 到那个工人那儿去 来问一问 If his name was Hans Basman 当然是宾语从去做这个as宾语了 是否他的名字就叫Hans Basman 我们说 needed to say the man's name was Hans Basman and he really was France's long-lost brother 不用说您能知道 这个男人名字就是汉斯·巴斯曼 并且他确实就是 弗朗兹长期士气音讯的这个兄弟 这个 当然这个 为什么说不用说您能知道呢 读者能够推断 无巧不成书嘛 你说这个故事能是这样的吗 弗朗兹·巴斯曼夫人派了个男孩 去问问 他是不是巴斯曼的 弗朗兹是不是巴斯曼的兄弟呢 结果回来看 不是他的兄弟 故事完了 这读者看着这非骂街不行 什么那起巴刀 肯定是呗 所以needed to say 固定搭配 叫不用说您也能知道 可以换成as you can imagine 正如你能想象到的那样 这两个搭配都可以做壮业 都可以替换 我们大声度下 needed to say as you can imagine 都可以表示 不用说您也知道 你能想象到 对吧 我们needed to say 是固定搭配多次出现 再看46颗 也会有212页第30行后面 212页第30行后面 needed to say our house is now surrounded by a jungle 不用说您能知道 我们的房子现在被一个丛林所包围了 就正如你能想象到那样 这个搭配也可以提款 46号咱们未来还会讲到这个句子 好 这个男人名字就是汉斯巴斯曼 确实的是弗朗斯的 长期失去运行的这个兄弟 好 下一句话说 when the brothers were reunited Hence explained how it was that he was still alive 这句话结果比较怪 咱们仔细看个语法成分 第一行的黄颜色的句子 明显又是时间状语充句 当两兄弟团聚之后 be reunited 叫这个亲人重逢了 词课中讲过 用被动 汉斯解释了 是主句的主语和位移动词 后面这个how到居末 明显是编语从句 how it was 这个编语从句的主语 it比较特殊 这是形式主语 为什么呢 真正主语在这呢 that he was still alive 他解释了 他现在还活着 这个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看到 宾语从句里面的真正宾语 是个主语从句 他的 这宾语从句里的主语 是一个主语从句 那么在原来的宾语从句 主语位置 用一个形式主语 这个宾语从句里面 牵涛了一个主语从句 这个结构比较怪 很怪异 这个咱们一会儿 类似造一些句子 这个 当然be reunited 咱们说过了 就不重复了 就是这个 这个亲人团聚了 how it was 在本文中其实表示 how it happened 这个事是如何发生的 然后呢 这个事太复杂了 所以把真正主语 放到句末 是个主语从句嘛 主语位置不能空的 就用形式主语了 宾语从句中 牵涛的形式主语 这个可能还不太常见 咱造个句子 当埃里克回到农场之后 他解释了 他是怎么从团里逃出来的 就这个事是怎么发生的 这个团 我们在当时讲过regiment 咱们看个这句话 怎么说 当埃里克回到农场后 when Eric returned to the farm 他解释了 he explained 嘉宾语从句 how it was 什么事呢 that he deserted his regiment 你看这个how引导的 也是宾语从句说 exponent的宾语 他的主语it 是形式主语 真正的主语又是 他从团里跑出来了 这个事是怎么发生的 how it was 依然想到how it happened 好 这个句子看到这 那究竟他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这个他讲述了当时的原委 他说 after having been wounded toward the end of the war he had been sent to a hospital and was separated from his unit 这个语法结构不难 这after呢 还是引导一个时间状语 after才是当切词来用 after having been wounded 为什么after 后面having been wounded呢 他用动名词的完成词 我们在第四课就讲过 动名词的完成词 是强调这个动作 是先发生的 对吧 那么当然 如果用after 当作连词来用 后面加从句呢 用从句强调先发声 那都用时态了 过去完成词 是过去的过去 是不是可以把它换成 after he had been wounded 那么用过去完成词吧 这是用时态表明先发声 本文中after having been 那动名词的完成词 也是强调先发声 这个都可以 因为after既是连词 又是戒词 都可以 那么tours the end of the world 刚讲过 在三十五课刚刚讲过 tours在美国一般用tours 这个一般可以表示 临近某个时候 快到某个时候 未必相当于朝某个方向 快到中午的时候 tours midnight 或tours tours midnight 都可以 那么英国人都用tours 或tours 美国人呢 都用tours tours 那个w就不发音了 老实说 那么快到午夜的时候 我们还有快到中午的时候 在三十五课刚刚见过 回忆 一百六十二夜 第十三到十四号 快到中午的时候 一个女孩听到了 一个闷闷的声音 从一堵墙后门传了过来 还记得吗 刚刚讲过tours 好 回到其中 她被送到医院去治病 这是固定搭配 送某人去看病 send somebody to hospital 这个不能加冠词 如果叫to the hospital 或to a hospital 你送到一个医院那去 不知道干嘛 可能看人去了 可能看完病人了 但是她自己看病 再强调这个医院的功能 不能加冠词 同样也能用 take somebody to hospital 这个也行 同样在hospital前面 不能加冠词 跟她类似的 还有be in hospital 在住院 在医院中 如果强调在治病 依然不能加冠词 当然在住院 也能用be hospitalized 也可以表示 住院了 he was hospitalized 也行 好 那么出院呢 出院一样 前面不能加冠词 be at a hospital 或者用leave hospital 但同样的 在前面不能加冠词 强调功能是 都不加冠词 这些什么住院出院呢 这个搭配 我们还记得在29课 师傅有趣里见过 比如咱们138页 第13行 138页的第13行 A man who had broken his right leg was taken to hospital 被送到医院 就是be taken to hospital 跟本文中的 be sent to hospital 一起同工 对吧 都是被送到医院 去治病了呗 所以强调医院这个功能 那前面就不加这个冠词了 不能加a 或者the 再比如说138页 第19到20行 138页 19到20行 那为了弥补他在医院里边不愉快的经历 他在住院时的不愉快的经历 在医院里边 in hospital 在治病嘛 也是没有加定乎的 对吧 还有第118页的17到18行 138页 138页 17到第18行 在转天 然而呢 这个医生安慰 他说 说什么呢 就是他呀 这个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能够及时出院 赶上新年 庆年的可能性 是蛮大的 出院 leave hospital 同样 不能加官司 这固定搭配 咱们总结到一块 就好记了 好 他呢 被送到医院 并且怎么样 and was separated from his unit 跟他的部队 就隔离开了 这个separate 一般跟from搭配 叫a和b隔离开 不能见面了 从此以后 跟这个 这个 这个部队 就没有见面 separate 一般是跟这个 from 这个借词来搭配 好记 se这个字头 表示分离 分开 this 我们per 为什么不是per呢 因为他的part part 两个部分分开了 刚刚好 se表示分开 part分开 刚刚说 是隔离开 非常好记 那他部不能是per 他来自part 看简单例子 theory should never be separated from practice 理论永远不能跟实践 相隔离 相分开 理论 不能脱离时间 把a和b分离开 一个指人指数都可以 跟他类似搭配 有好多可以替换 比如cut something off from 从什么什么上 把它切下来了 不是隔离开分开 切断了 割断了 我们看例子 she realized that she realized that she was trying to cut her off from her friends 这个女孩子明白了 这个男的正在试图干嘛呢 试图让他跟他的朋友 想隔离开 不能与朋友联系 你cut a off from b 这也是a和b隔离开 这个也行 有的时候 you can isolate 加from 也是表示分离 隔离开 这个也行 我们再读一下这动词 isolate 这也行 比如说 he was isolated from all the other prisoners 这个人被与其他的囚犯都隔离开了 不能见面 他一个人关在小黑屋 这么来说 还有一个书面 也就segregate 也是contract 也是隔离 但这个要注意 他后面不能跟事物了 一定是跟人 而且一般都是因为什么 种族啊 宗教啊 性别啊 这个原因 把人和人隔离开了 一般因为种族啊 宗教啊 性别啊 这个原因 把人和人隔离开了 se这个词都还在这边 分开的意思 我们再读一下 segregate segregate 看例子呗 blacks were segregated from whites in every area of life 在任何的生活领域 黑人在当时都与白人 相隔离开了 种族隔离嘛 这么一个 那当年的事情 所用的一般规矩的事 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好 那么看下句话 the hospital had been bombed and hence had made his way back into western Germany on foot 这个医院呢 被轰炸了 be bombed bomb做名词是炸弹 做动词是轰炸 注意后面那个第二个b不发音 不要都bombed 就bombed 第二个b不发音 那b行呢 就回到了西德 on foot是徒步 这回到来自 make one's way 就前往某地啊 咱们在 这个第15号大概说过 make one's way 是去某个地方 前往某地 本分钟呢 是徒步往回走 回到西德 返回西德嘛 后面加个back 他一般多跟这个 借词段语搭配 像本分钟后面加 into in to western Germany 进入到西德嘛 经常加一些借词段语 我们看一些例子 I made my way to the house 我朝这个房子走了过去 前往这个地方 后面加借词 还有呢 I made my way into the backyard 我走进了后院去 跟本分钟走进西德 这个搭配一样 加into 再比如说 I made my way along the river 我沿着这条河走了下去 沿着河走下去 加借词 I made my way up the stairs 我走上了楼去 总之 make one's way 可以表示 前往某地 后面多跟借词 表示更精确的这个方向 那么再比如48课也出现了 220页的第30行到31行 咱们看得怎么用 220页的第30到31行 Turning back down the main street We quickened our pace And made our way rapidly Towards the stream We were hope the boatman was waiting 扭回山来 沿着主路一直走下去 我们加快了我们的步伐 并且呢 飞快地向这个溪流走去 你看 make one's way 还是前往某地 张涛呢 朝这个溪流走去 还是借词段语 在那里 我们希望这个船夫 在那里正等着我们 这个动词加one's way 是个复习 咱们在15课曾经讲过 一些搭配 咱们复习 咱们打出来看看 大家还记不记得 feel one's way 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感知道路 是摸索着前进 摸索着前进 The room was dark so I had to feel my way along the wall to the door 房子太黑了 我只好摸着前进 沿着墙摸索着前进 一直到了门那里去 再比如说 这个edge one's way 叫侧着身子前进 这edge不是边缘的意思吗 注意在这当动词了 叫侧身前进 比如说我们看42课 196页第19号末尾到第二场 196页第19号末尾到第二场 They had to edge the way along this Sometimes wading across shallow streams or swimming across the pools 他们不得不沿着这个东西 侧着身子前进 有的时候汤水走过 浅浅的溪流 有的时候游泳游过 那些深深的池塘 你看侧身前进 edge one's way 像螃蟹一样 侧过来走 用边缘嘛 在前面嘛 这个好记 还有呢 我们还有这个推开众人挤着走 Force one's way 或elbow one's way elbow名词动用 胳膊肘 顶开躲开吧 他不一定非用这个 用肘来顶开 总之 推开众人 这个前进 挤过去 He forced his way 或He elbowed his way through the crowd 他从人群中 硬生生挤了过去 也是动词加one's way Find one's way 这是15克制度复习了 Find one's way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人做主义的话 可以表示 发现了去某地的道路 如果事务做主义呢 就对方说 到达某个地方 到了某个地方 注意事务做主义 我们看例子 在七十页的第八行 七十页第八行 Very few of the fifty-pence pieces and pound coins I have given him have found a way there 非常少的那些 我给他的那些什么 五十便时的硬币 还有一英帽的硬币 最终能到达那里 就存钱罐了 Find one's way 是事务做主义 到某个地方 人做主义呢 可以找得到 I have finally found my way home 找到回家到了 但人和事务做主义 含义是不一样的 还有我们再看一看 一个蜿蜒的前进 这也是15克总结过 Wind one's way 或者trace one's way Wind 本来就缠绕的意思 注意不是wind wind做名字 是疯了啊 在弯弯曲曲的前进 还有trace 沿着这痕迹 慢慢前进 蜿蜒前进 蛇形的 这个也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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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例子吧 比如说 The river winds its way through the valley 这条河 弯弯严严的 穿过了山谷 大家可能见过 在电视里面 大山下面那个山谷 本来就不直嘛 这条河 弯严的从中穿过去 非常形象 我们再看第48课 220页的第13行 220页13行 We expected the path to end abruptly But we found that it traces way through the trees 我们原意为这个道路呢 会突然间就终止了 但是我们发现 它弯弯严严的 又穿过了树林子 trace one's way 也行 蜿蜒前进 好 再往后看 Meanwhile his unit was lost and all records of him had been destroyed 这句话简单 Meanwhile 是与此同时了 与此同时 his unit 他所在的部队 was lost 被击溃了 被处地打败了 并且他的 all records 所有的记录档案 都已经被摧毁了 这个人人间正发 没有了 没有人 他认识人 他同部队 都都都都都都都 被打跑了 打散了 都没有了 他的记录也没有了 这个人 谁都不知道 他在哪儿 Hence returned to his family home but the house had been bombed and no one in the neighborhood knew what had become of the inhabitants Hence又回到了 他的老家 但是这个房子呢 也已经被炸平了 并且附近的邻居们 没有一个人知道 里面居民的下落 这生活很不幸了 这个战友被打死了 恐怕家里人 也都死掉了 好 我们来看看 这句话的语法分析 他又是由 but引导两个并列去 第一个剧中说 Hence回到了 他的老家 family home的老家 爸爸妈妈住的那个家 但是转折并列去 这个房子被轰炸了 并且and 那等于是and 又在第二个并列去中 又是两个小字并列 第一个剧子是 房子被轰炸了 然后并且附近的邻居 没有一个人知道 里面这个居民的下落 but引导两个并列去 第二个but的剧中 又有两个句子 并列在一块 他用and连接 这个in the neighborhood 是地点状语 可以看到后置定语 即使后置定语 修饰前面的no one 就附近的邻居们 没有一个人 能够知道 后面这个黄颜色 当然是并列宠 就说new的并列 不知道 这个里面居民的下落 为什么下落 用become up 咱们一会会说 这个细语 好 这个family home 就是老家 因为一般结婚之后 就另过了 父母亲姐妹们 一块住那个家 叫family home 叫老家 房子被轰炸了 附近的邻居 in the neighborhood 就是在附近 在邻近地区 咱们说过这个大陪 那么 what had become of the habit 能不能发现成 没有一个人知道 居民变成什么了 居民他打死了 也不能变成什么呀 这个become不是变成 而是不知道 这个人的情况如何 大家注意 become of become of something become of somebody 都行 表示某人某物 现在情况怎么样 某人某物 现在情况如何 而且他一般多用在 what 或者是whatever 引导的疑问句 或者是从句中 表示 某人某物 现在情况如何 尤其用在 what 或者是whatever 引导的疑问句 或者是从句中 我们看 本文中的也是 what 去引导的 我们看一下例子 what has become of Jane 能不能翻译成 Jane现在变成什么了 人不会变 这个得翻译成 Jane现在情况怎么样 好几年没见了 碰见Jane的哥哥姐姐 我总没见 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用这搭配 只东西也行 whatever 就到底怎么样了 语气加重了 whatever became of the parcel you sent you sent是定义 从去修这个 parcel包裹 你记那包裹 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到时没到 怎么回事 你看 那个到底怎么样 情况如何 问某人某物情况如何 用become of这个结构 这个大家都能看懂了 用在what whatever引导的 疑问句 或者从句 本文中的从句 都可以 也就可以说 左邻右舍 没有人能知道 他家人的下落 这个书后题 出现了下落这个词 咱不妨看一看 直接用附述名词 whereabouts 叫下落 no one in the neighborhood knew his family's whereabouts 没有人知道 他家人的下落 不妨读一下 这个附述名词 whereabouts whereabouts 这个词 一定用附述 叫某人的下落 即便是一个人 一定用附述 你看这个句子 despite numerous searches and inquiries her whereabouts are still unknown 这句话看得更清晰了 尽管 有数不胜数的一些调查呀 什么打听询问呢 但是这个女孩子下落 依然未卜 这个numer是数不胜数的 咱们见过 这个search 是搜寻了 经过数不顺利搜寻 和inquiry 本来不是什么 询问呢 打听 多方打听 但是女孩子下落 注意 结果这一个人 依然用whereabouts 就是复苏哦 我们注意 are 下落用这个词 我们再读一遍 whereabouts 一定用复苏 甭管几个人 都是whereabouts 居民的下落 居民用的是 inhabitant 书面语 它来自居住在某地 即无动词 inhabit 这个词咱们以前造句见过 我们先读一下居民 inhabitant 住在什么地方的这个人 再读一下居住在某地 inhabit 这是即无动词 直接加并会用被动 比如说 in the future people may inhabit other planets 在未来 人们可能住到 其他行星上去 注意 这是即无动词 跟他类似的 还有cohabit with 还有名词cohabitant 这个in表示在里面 co表示在一起 所以在这刚好翻译成 与某人同居 但cohabit 一般都表示 异性未婚同居 与男朋友女朋友 住在一块了 我们读一下 cohabit inhabit是即无的 cohabit 是不即无动词 cohabit with somebody 叫与某人同居 同居者 用这个名词在里面 cohabitant cohabitant 这个habit h-a-b-i-t 在这不是习惯 而是居住 做字根是居住的意思 大家可能知道 一个词叫栖息地 动植物的栖息地 就动植物住的地方 我们读一下 habitat habitat 所以这个字根 h-i-b-i-t 本身就是住的意思 住在里面 是居住于某地 一块儿住 是同居 这就非常好记得 包括这个栖息地 habitat 可以同时计 好 看最后 assuming that his family had been killed during an air raid he settled down in a village fifty miles away where he had remained ever since 最后句话 还是比较复杂 咱们看看语法 语法成分分析 assuming that assuming that 可以当复合联词 来用 就是还以为 他的家人 在一次空袭中 已经被打死了 都死掉了 那么这个白颜色 是句子主干了 汉斯呢 在五十英里面 以外的一个村子 就定居下来了 后面再加定义从具 在那儿 他也一直住到了今天 这个定义从具 依然相当于并的句 咱们以后解释 首先我们看看 本文中的assuming that assuming that 注意它本身 可以当复合联词 也就是说这个那 去掉也行 去掉之后 assuming单独 也可能能联词来用 跟从具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翻译成以为什么什么 但另外一个意思 翻译成假定或假如 这个都可以 本文中明显的以为 而不可能假如了 好 这以为什么 我们看一些例子 先看一个表示以为 这个连词是多一词 看这个句话 assuming that the man was making a homosexual advance he stormed out of the house angrily assuming that 这个那可以去掉 以为怎么样呢 以为这个男人呢 正在对他进行一些 同性的这个追求 这同性恋的追求 homosexual 是一个同性恋的 advanced 可以表示对某人的追求啊 这个恋爱公式啊等等等等 这个男的 本来我是男的 这个男的过来摸我脸 有病啊 怎么回事呢 还以为这样呢 于是乎他 飞快的气愤的 这个这个 从房子里冲了出去 storm 冲出去嘛 storm本来是 名词叫暴风雨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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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动作 狂暴的动作 气愤的破门出 这个以为嘛 跟本文中一样 本文中以为家人都死了 但是他也可以表示假定或假如 究竟是哪个意思 只能通过上下文逻辑判断了 我们看例子 assuming that the house is for sale would you buy it 假定或者假如说 假如说这个房子要卖的话 你会不会买呢 不能说以为房子要卖 这个不通顺 你看这多意思 究竟哪个意思 就通过上下文判断 我们再看一看 第44课里面也出现了 咱们判断是什么意思 204页13到第14号 204页13到第14号 always assuming of course that the sea is calm 你一开在宽敞的甲板上 舒活舒活筋骨 就坐得太久出去走走 咱们讲过stretch on slacks 对吧 那么做游戏 游泳 甚至结识一些有趣的人 并且欣赏美 这个享受美食 海鲜嘛 总是要假定 大海是风平浪静的 一旦要起了风浪 恐怕就难受了 这里面当然是假定 而不能发现以为了 这是多意思 在这儿是复合链词 这个that没有也行 没有它也可以 assuming单独可以当链词来用 大家注意 还有一个重要链词 叫even assuming that 这个是直接翻译上 even if 即时或者就算 这是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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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条件中一从举 表示假设的 即时或就算 同样看例子 even assuming that smokers do see the health warnings I doubt they'll take any notice 即使这些西安的人 真的看到了这些健康方面的警示了 我怀疑他们是否真正会注意 即使假设吧 我不知道他看没看到 即使真的 加do 是家庭有些 真的看到 比如西安有害健康 这个提示 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会注意 这是even assuming that 相当于even if 这又是写作中非常高频的一个复合词 后面这个这个 that可以去掉 它单独 就可以当链词来用 好 回到本文中 本文中 suming是 以为 以为他家人呢 在空袭中死了 erory就空袭了 汉斯怎么样 settle down 这是我们讲过的 settle down 就定居在某个地方 安定下来 这个我们在第14个 贵族歹徒 曾经说过一次 我们看一看这个 第二册的一个句子 第二册第38个 唯独没有考虑到天气 这个书 he had often dreamed of retiring in England and had planned to settle down in the country 他一直梦想的退休以后 到英国去 并且计划呢 在这个国家定居下来 settle down 就定居了 长期住的事就不走了 那么本文中是定居在一个小村子 在哪呢 50 miles away 50英里之外的小村子 后面又加定居 总是where he had remained ever since 这个不是定居 能不能这么翻译 他定居在了50英里以外的 后来他一直住了下去的 那么一个小村子里 根本不同顺 得发现他在50英里以外的一个村子 定居下来 并且他一直住到了现在 这是个并列句 and settle down in the village 50 miles away 相当于and he had remained there ever since 对吧 但是你看 如果并列句的话 第一个他的家里是and 第二个后面还有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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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 但there是不是就是上句和末尾的 in the village 50 miles away 对吧 同样的可以把并列句 又改成了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定义层居 定义层居最简洁嘛 把and和there用一个where就好了 依然是形式上的定义层居 好第36课呢 里面重点也是特别多 重点的习语搭配和剧情也非常丰富 我们听了一遍之后 可能只有个大致印象 希望大家反复复习 把这些重点搭配记住 才不枉费 李老师费着一盘辛苦 好 36课就看到这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姥姥掌握 谢谢同学们